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我们描绘他眼中的沈阳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跟随春游家族一起 体验当代沈阳的特色文化 品尝更多的特色美食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更多精彩的花絮内容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早 早 哈喽 那你睡衣挺好看 啥 来 数字问答 你们六个人组成一个小圈 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发起提问 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数字是你做成要求的 这个考验大家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那谁先来 谁先来 我先来吧 来吧 最喜欢沈阳的什么 一个字回答 人 好机智 对啊 最喜欢吃的菜四个字 呃干锅活鱼 哈哈哈哈 干锅活鱼有吗 有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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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刮你知道吧 就是在池塘里的时间 你太吃完之后我好疼啊 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四个字 楼梨沈阳 赢了 一定要可以 来 杨阳 得看我这个时候别跟他目光交 对 不能 这个就像上课老师抽奖一样 哈哈哈 别瞅了老师 嗯 关于东北的一首歌四个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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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杰的表情太好笑了 关于东北的一首歌 我的家在东北东华江上 哈哈哈 是十个字 不是 不是江东北四个字 答错扣一本 来林杰 自己写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二个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等一下 这个超乎成品 二十个字是不是太长了呀姐 最喜欢那首歌 女怪 哇 有挺聪明 而且还给了他很多转息的机会 哈哈哈哈 哈哈 来龙龙 最喜欢的国产电影四个字 过虎藏龙 哦 哎哎他没想了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躲我还不不找你 躲的眼神都到地上了 哈哈哈 但是问题我想一想 我想到问题了 嗯 那你问 觉得哪个东北艺人比自己好笑 两个字 东北艺人 哈哈哈哈 没有 全国有没有哥 有有有 有有 有有 有有风狗 哈哈 东北就真没有呗哥 有有有 来宝哥 用东北话四个字啊 形容一个身体的部位 波龙盖子 波龙盖子是 没有这个人家都是波龙盖就行了 是吗大波龙盖 不赢啊 扣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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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杨迪 别我了别我了 杨远 越躲越找你 我们这么多人里面谁长得比你帅一个大 你连个女子都说不出鬼吗 哈哈哈 给了你机会了 太实在了这个孩子 或者你说没 哈哈哈 再杨阳扣一分啊 到你了杨 杨 你最喜欢看的八卦三个字 嗯 啊 啊 你的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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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杨阳迪 最讨厌身体的哪个部位一个字 头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活 哈哈 来龙王最喜欢这一首歌两个字秘密 你看看我们的新歌秘密发辣的 哦 哎 师傅最好这小时都比下来五个字 铁瓜灯大鹅 哈哈哈哈 林姐到你 哈哈哈哈 就找他 不会不会的爹 你放心吧不找你不找你 哈哈哈哈哈哈 说出 梧桐的三个缺点六个字 哈哈哈哈 是真的好吃啊 说三个缺点 说我不应该提示这个但你还是错了哈 可是梧桐啊 在晨晨心里你只有这一个缺点 哈哈哈哈 句号骂呗就一定要三个 哈哈哈给你一份 现在杨迪和晨晨是唯一一个没有扣分的人 哎呦 第二个比较是谁在说谎 我们会分成两队 一队进行表演另外一队进行猜真假 如果你猜对了就全队加分 猜错了全队扣分 晨晨灵姐龙龙 你们三个的题目是猜谁喝了呛油 哦 宝哥 还用猜吗 哈哈哈 是猜谁喝多了酱油 哈哈哈 宝哥 哎呦 谁在酱油里天天泡着 宝哥 晨晨灵姐和龙龙 你们仨只有一个人是酱油 那另外的人喝的是 另外两个是咖啡 那就随机把那个灵姐先挑 那那个冰桶是干嘛的 如果你觉得不好喝可以往里边加点冰 好嘛 嗯 这这么快喝呢 我们要一个一个看 晨晨姐先看你好了 嗯我喝完了 大桌半杯 那你慢慢看 平时很好喝 后来炒菜也不行 哈哈哈 信息给的真傻 来了该我了该我了 桌半杯 半杯是吧 那种桌干 杀都桌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真好喝真好喝 再来一口 你看 龙龙那肯定不是了 来点冰块 龙龙怎么加那么多冰呢 因为我喜欢喝冰美式 嗯 他加冰可 可能有点就想让那个味道通淡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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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龙不可能喝 我量着眼量的那个可能是 哈哈哈 把冰夹出来 我看一眼染色没 哈哈哈 快点手捞一坨冰 你看我们酱油都是自然的颜色 我觉得龙龙那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正常的咖啡 再来一轮浮夸的 啊 哎呀 这哪浮夸了 这不你平时不就这样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是唯一一个没加冰的人 因为酱油加冰 哈哈哈哈 你加加快 冰住了 我看出来 是吧 是吧 嗯 你看 难以架口开的嘴脸妈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哥 我跟你说不是我 按他的性格 他应该喝不少的才对 所以说 冷肉上来喝了很多 半杯是吧 嗯那种做干 啥都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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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演员 我不演戏 成了故意演了个表情 刚才很稀微的一个表情 都为了让我拆糖 呀 研究微表情呢 嗯 我觉得也有点像林姐 林姐第一口喝的时候 她有个细微的小表情 是吗 就是稍微皱了一下美 你说倒点酱油 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咋的不够不够浓 不是 因为这里面没有酱油 我想知道有酱油是什么味道 哎呀 哎呀 啊都没有用了姐 哈哈哈哈 是有点明显呀 我是他们我也选你呀 哈哈 哈哈哈哈 汤叔 哈哈哈哈 选吧 按照你们说的那个是对的 对吧 因为我别的也看不出来 那你们选的是灵姐 你们派一个代表 可以去揭晓一下 好吧 答对了 答对了 我们猜对了 换换一个有鼻子的人过来吧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是我 这个龙肉你呀 老闲了 我喝那一大口 你没害我一直加冰 你们骗我们 但但林姐真的 就让我们感觉就是她 我姐是一家为什么像我 我难受是因为第一口咖啡有点苦 有点难以下咽 哈哈哈哈 不是喝酱油 不是那龙肉嘛 她喝的这字 她没停 我那口太咸了 而且龙肉在那紧跟着她就来了一二口 狂说加冰 我真正是拼了 今天我们准备了几道东北菜 但是大家需要用看图猜猜猜的形式 考验对东北文化的了解 在30秒你们可以答对11个答案 就可以吃到这道菜 如果你们没有完成春游少年吃 好的 但是你们记住你们中间是有卧底的 他可能不想大家完成 李师傅先介绍第一道菜吧 哎呀 博包肉 这应该说是西洋船300多年了 300多年了 有有有 有有 女士菜 正经文的一位师傅 把这道菜传到今天 酸甜四口 这个外焦里干香 他采用的原理食材呢 是采用猪的后秋的一道底板用 啊就那块肉 就那块肉 把它切成桃叶片 挂成挂浆 看那盘子里边有一点汁儿 这叫雨过天晴汁 所以下落雨后 倒上汪一点水那个感觉 哦 所以这道菜你吃起来百事不厌 是我们东北的一道家喻不想明彩 明彩 好 想吃了 躁着了一会就吃 哈哈哈 你们定从哪头开始 杨迪杨迪杨迪啊 30秒准备开始 哎第三些 酱油炒菜 蛋炒菜 酱油烤螂 酱油炒螂 谁 谁 谁 我老婆没回来我以为去哪 来10秒了 生抽牛肉 生抽牛肉啊 生抽猪肉啊 生抽猪肉啊 生抽猪肉 生抽羊肉 生抽羊肉 生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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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 回锅肉 哎这么快呀 太好多了呢 多简单呀 太棒了 啊一块 来一块 哦刚出锅了 蘸点汁 雨过天停的汁 你不吃 我吃 你吃 他有牙套 哎 假吃啊 天呐有人在中的节目上假吃 有人在中的节目上假吃 哇 不为你的任务是不能吃我们今天赢到的美食啊 哎呀我摘我现在摘牙套 我现在摘牙套 哇看看看要看 啊 天呐他摘的不是牙套是假牙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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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摘牙套 还热乎的太好吃了 我这锅包肉真的好好吃啊 不过其实我锅包肉更想吃那个番茄口的 嗯 什么锅包肉还有番茄口 就是现在这是 糖跟醋吗 但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番茄口的 但其实番茄口是不是正宗的 这个才正宗 对 但现在大家已经都找这个就不找那个了 我们来有请第二道菜 呼呼 这叫一锅粗 一锅粗 对 就是我们过去讲就是这一锅啊 连菜再拌一锅粗了 对 旁边有的骨饼着的 有的用花卷来做的 哦 花卷 中间是有排骨 有东北云豆 还有我们的土豆 中北啊 这个特别是辽宁地区是地大物博 除了产的这些食材非常好 因为体气候比较寒冷 有山有水有海 这道菜呢 味道 非常 下班 特别相继 相继不明 好 准备第二题 你们要换位置吗 我们还行 再试一轮 如果是大家答对一半以上 你们就会拿到一只耳的线索 那必须得拿到 啊 郭曼的人物 好 现在赶紧想啊 准备开始 天网警察 楚天歌 周空 你是哪吒 西天大政 江子洋 十九 八七 六 五 四 三 诞生 嗯 那恭喜大家答对第二题了 知道一口 肉我也不来 做这锅包肉好吃 我提醒卧底啊 该做点事了 哈哈哈哈 那么饿吗 这个卧底 哈哈哈哈 这个卧底也该吃饱了吧 好善良啊 这卧底先让咱们吃两顿 让你当卧底师 让你出效果好不好 不要向我真答题 真是的 啊 卧底 好嘞好嘞 好嘞 那么饿吗卧底 牙套都摘了 来吧 下一道菜 这道菜是小笨鸡炖芝馍 早年在沈阳 小笨鸡炖芝馍是年三十的主菜 也是招待来宾的招牌菜 对 非常年味 对 这道菜一直给我赢 想吃 那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啊 好 15秒 说出中国的十二生肖 开始 鼠 马 牛 龙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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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鼠就糊涂龙是马牙后期狗猪 其中一个 说完了 说完了 你最后那不行 我那记得前面说了啥了 咱们能不能我说完鼠以后 牛 咱们那有点规律 我还得记前面有啥我哪知道 但是杨阳您说的老虎 您就能记住 好现在给你三秒说出到底哪个都我没说 3 2 但是不是你说的你算了 我我这不是嘴吗 哈哈哈哈 东西说的 春阳少年那都放不下了 哈哈哈 干谁吃你丑沙 哈哈哈 哎这是三仙韭菜盒 酒菜盒子好呀 我们聊菜啊 有宫廷文化 有官府文化 有世界文化 有民间文化 有妈妈菜 这个就是妈妈菜的味道 妈妈菜的馅饼 皮薄馅大 哎 吃起来咬起来满口香 来吧这些 我们争夺吧 说出不是十二生肖的动物 三二一开始 那个 哈哈哈 螃蟹 动物鹰 章鱼 汤狼 虾 海鱼 六 鹤马 蟑螂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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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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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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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5秒过去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觉得我们录节目还有迹象吗 我是真没想出来哎那会儿 我现在重点关注你了 哈 谁踩我我踩谁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大家就拿不到线索了啊 而且刚才一只耳完成他的隐藏任务也成功了 又完成了真棒 接下来这个游戏我们为大家准备10道题 大家在每一道题 你们觉得这个答案是谁 你们就刺他 好 如果这是你们所有人都刺一个人就胜利 如果只要有一个人跟别人刺的不一样就失败 只要有三道题答对就能拿到线索 没问题 好 准备啊第一题 春游家族里 谁是心里藏不住事的人 三 二 一开刺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呀哎呀 哇行了行了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哈哈哈 谁透题了有人透题了 那真是还有透吗 全国观众都知道了 我们都是凭感觉的 我的天呐 都知道我就记住你们了 哈哈哈哈 宝哥 宝哥我可没什么东西啊 我就摁了一下 啊大家答对了 啊对了一个了 对了一个 那好 那好 哈哈哈 那可以可以 哈哈哈 来 春游家族里 谁是这里边最沉稳的人 三二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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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脑看出来 我 全是沉稳 没有因为你是男朋友 男朋友 哈哈哈 我们是听出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 谁 谁是你们之间被吐槽最多的人 3 2 1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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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别人跟票不算啊啊 做成那样了 一尺 我没跟票啊 你跟票你最晚自 3 2 1 你已经暴露了 一只耳故意捣乱 你进去的玩吧 我跟你讲 只要一只耳不跟着吃 就拿不到签索 是个意思吗 是的 但是如果一只耳 一直跟我们反着来 我们也输了呀 对啊 我相信一只耳 他不会那么的不善良 你就是一只耳 再给自己找理由吧 哈哈哈他还不一定是一只耳 我不一定 说不定戴起眼镜呢 戴起眼镜 哈哈哈 宝哥 别了你不会是一只耳吧 不会不会不会 你会不会忘了你是 不会不会 哈哈哈 会早上录完一趴 哈哈哈 忘了 不会 来 下一题 谁是这里边你们认为运气 最不好的人 3 21开始 哎 哎呀 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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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了乱了乱了 乱了乱了 我认为的是羊笔 我也是羊笔 我吃的宝哥下吃的 我没吃出去 我吃的是 龙龙 好那是一失败啊 下一题 谁是这里边最想来东北录制的人 来羊羊一起来 一开始一起来羊羊 哎哎呀下线呢 他家呀下线呢 都吃了吗 都吃了 老龙你吃了吗 我吃了我吃了 我都吃了你们了 我就想想这个行行行 你们都吃的宝哥 对啊 怎么啦 来啊 那我们改成对舞道啊 嗯 来不是 对七道吧 一孩就往前一点 可真不严啊 早下跟我讲一点 哈哈哈 哇哈哈哈 他俩都给出来了 哈哈哈 变舞道了 当场变 下一题 谁是你们里边最胆小的人 三二一开刺 这好好玩 我好 就是你 就是你 哈哈哈 你们刺的谁呀 范澄澄 哈哈哈 我没刺 因为我觉得其实是范澄澄 对啊 我刺了范澄澄 羊羊刺的是范澄澄 一个刺是范澄澄 各自坐在 反对你少才我 哈哈哈 下一题 你们认为谁是你这里边 最不好笑的人 321 羊笛啊 来龙羊笛啊 来啊哈哈哈 这题绝对是有 怀大臭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不算 灵姐提示了啊 啊 害我被刺 下一题 你们这里边谁 是 家族里的团宠 321 请刺 哎 虫 太丑了 自己都 哎 哎呀 真虫了 呀 还有谁 弟弟 范澄澄 刺的自己 我那姜 哈哈哈哈 光素容也刺的范澄澄 我刺的手 他不并不宠你 哈哈 我刺你吧 不然 哈哈哈 咱俩喝点醉就行 你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题失败啊 下一题 谁是家族里边最懒的人 321 开始 可以了 孩子多少 哈哈哈 我的两个小便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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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不是懒好吗 我只是喜欢 走得慢走 一壶游啊 玩什么的 其实我是最懒的一个 实际上来讲 那他们不知道 你怎么懒啊 我上头就是要 对 宋小咪 哈哈哈 还有两道题啊 再对一道题 就可以拿到线索 来了 啊 我们所有人认为一只耳是谁 好吗 哈哈哈 可以啊 可以啊 这句话不好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杨阳的内心戏是 天呐 哈哈哈 救我 这么明显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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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题 谁是这里边最不能保守秘密的人 3 2 1 你太针对了吧 哎 哎 别吃哥哥呀 哎哎哎 你吃我呀 乱套了这个乱套了啊 龙龙怎么把师生哥哥了呢 哎 你就是不保守秘密啊 哥什么时候 你不是心里藏不住事吗 谁 是心里藏不住事的人 哎呦 我的妈呀哎呦 哎呦 哇行行 哦你根据那个来的啊 对啊 我认为是妹妹 是我是我啊 因为因为悄悄话在我这烫嘴 我我跟你说 我我心里藏不了悄悄话 悄悄话到我嘴里烫嘴 哈哈哈 对哈哈哈 对啊我就记住这个了吗 最后一集 谁是这个游戏黑洞 我心里藏得很住 好 哈哈哈 哇哇都是好喝 我不只是黑 我还是个洞 哈哈哈 可以洞 可以洞 像 你们做半个 都谁吃了 谁人都吃了啊 好我记住你们了 沈阳之旅再落帷幕 春游家族的下一站也即将启程 下期春游家族又会带我们去到哪些好玩地方呢 锁定青春怀孕第三季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哟